让剑之圣女无辜怀孕的残忍哥布林 他又出续集了 仍旧延续着之前的暗黑风格 并总是嘲笑着 每一个轻视了哥布林的冒险者 直至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哥布林杀手也仍旧执着 并没有因为杀死了哥布林王 就放松了警惕 他依旧记得自己的姐姐 是如何被哥布林折磨至死的 所以每天清晨他都会检查村子 防止哥布林突然来洗 同时那个哭唧唧的神官小姑娘 也在一年的历练之后 获得了晋升的资格 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哥布林杀手 仍旧每天聚集在工会 等待哥布林杀手的到来 而众人对此也没有意见 哥布林杀手当即走向了柜台 接着便拿出了数个委托 并且这还是新人挑选剩下的 哥布林杀手当即问起了新人的实力 柜台小姐姐那叫一个愁容满面 哥布林杀手见状 只好要来了新手们的任务清单 准备完成自己的任务后 前去帮忙照看一二 而且看到有新人小姑娘凑上来求教 哥布林杀手也会一脸严肃地告知 看到新人谦逊听劝 哥布林杀手也就带队离开了工会 不过等其再回来后 众人也都已经疲惫不堪 哥布林杀手当即让伙伴先行离去 自己独自去完成任务交接 不料柜台小姐姐竟然不在 他当即以为是有哥布林来洗 急忙抽刀上前 可桌子旁的只是一个新手 原来柜台小姐姐只是睡着了 哥布林杀手见没有敌情 也就顺利交接了任务 不过见新手魔法师无钱住所 他便将其带回了农场 而即便此刻也是深夜 放牛妹依旧在等待哥布林杀手 对于他带回的新手魔法师 放牛妹倒没有什么意见 哥布林杀手刚想去问问叔叔的意见 不料新手魔法师却送上了绝杀 叔叔听都不听 直接拒绝了哥布林杀手 无愿新手魔法师留宿 担心他会引来祸端 无奈之间 哥布林杀手只能承诺 自己会整夜看守 并且只会待在仓库之中 于是在放牛妹的劝说下 叔叔也就勉强同意了 而哥布林杀手也没有实验 真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休息 并在第二天一早 便带着新手魔法师返回了工会 可他们刚到工会 就看见神官小姐姐一脸愁容 原来他本来已经能够升级 但由于他总和哥布林杀手组队 工会判定他贡献度不够 只是在队内打酱油而已 于是将其申请驳回 众人当即替其布公 决定让他独自组队 恰好新手魔法师也没有同伴 众人便准备让神官小姐姐担任队长 和新手魔法师一同前去冒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